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 民众对首饰的偏好 渐渐由传统的黄金饰品 转变成了珠宝以及小众配饰 面对全民小众化的热潮 传统黄金饰品集团周大福 是否已经趁着热浪成功转型 或者是因为产品单一 而逐渐被消费者遗忘了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 独家解读 本期股评讲的是 国内最出名的老牌黄金饰品品牌 周大福 周大福经行于1929年 在广州成立 随后在澳门和香港两地迅速扩张 20世纪后期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人们 在必需品消费后仍有盈余 黄金作为保值 流通性也极高的贵金属产品 成为了大家投资的首选 黄金饰品因具有收藏价值 可供佩戴 保值 以及传统历史意义等多项特点 受到国内消费者的喜爱 各大金行在这股热浪中不断扩张 在激烈的竞争下 周大福因新颖的营销 高方式和优质的黄金品质脱颖而出 周大福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 已经开了上千家的领售店 然而随着与国际的接轨 以及迁徙一代追求个性化的思想 兴起的珠宝和小众配饰品 正在不断地打压着国内的传统黄金饰品行业 黄金饰品也因设计风格过于单一 渐渐被打上俗气的标签 周大福也在严重流失客户的压力下 不断寻求突破和转型 开始创立年轻化的品牌 不再使用单一的黄金做首饰 结合了钻石、珍珠、法郎和18K金的配件 做出的首饰以及成功的营销 再次使周大福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中 周大福的股价也因此一次次的突破和转型 而呈现总体上涨的趋势 然而疫情抑制消费和经济下滑 预期加强等多方面的因素 成为股价上涨的压力 对此给出谨慎持有的建议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欧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